本日,宝马在全新宝马X4的试驾活动期间,放出了大量全新的宝马X4的官图和视频。 新款宝马X4的代号为G02,新车于今年的3月初首次亮相,而近日发布的官图为全新X4的两个高端版本,分别是Drive30i和M40d。 当我们说起轿跑SUV,你肯定会想到宝马X6,宝马在大约10年前用代号为E71的X6车型开创了轿跑SUV的先河。 时至今日,宝马不仅推出了第二代X6,还推出了紧凑型SUV宝马X2和第二代宝马X4,对于喜爱个性6倍造型SUV的人来说,全新X4无疑是一个更实惠的选择。 我们注意到全新宝马X4和尚一代X4仅仅间隔了4年时间,这与X5的情况类似。 从2014年上市到2018年停产,它仅仅存在了4年。 除了在2015年投入使用的Klamo快化平台,加速了宝马旗下的前至后去车型的换代。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宝马想通过尽快换代,来保持旗下SUV车型。 在当下的SUV浪潮中不落伍,宝马几个月前曾发布了一段视频,来展示新款X4车型和老款的变化。 直观地来看,全新设计的窄长的尾灯,与奔驰Groope有几分相似。 尾部的牌照架从后尾箱移动到了后保险杠的位置,还有更大的双肾型格杉,更大角度的头灯,长方形的雾灯, 更不杂的进气口造型设计,加长的轴距,以及全新设计的排气管造型,尺寸方面,全新X4的长度增加了76.2毫米,宽度增加了35.6毫米,而高度降低了2.54毫米,从而实现了更加运动的外观。 同时轴距也被拉长了53.3毫米,依提供更好的腿部空间。 虽然新车整体造型看起来和老款大致相同,风速降低了10%,这也意味着会更加节流。 动力方面,新X4采用最新的B系列发动机,搭载2.0T和3.0T两款汽油机, 其中2.0T发动机,最大功率252马里,峰值牛橘350牛米,传动系统方面,匹配8AT变速箱,部分车型还将匹配四驱系统,全新X4将于本月在美国上市,预计今年年内同步登陆中国市场,宝马这台全新的轿跑SUV,是你的菜吗?